9號下午 國家警報連續大響 市警中國搭載衛星的火箭 飛越台灣南部上空 但時間點就在選前關鍵時刻 也引發藍白批評 國家機器搞戒選 發了一個國家警報 又發錯了一個是衛星 一個是英文的飛彈 行政院院長又想飛彈 我 今天我跟高雄 大家都知道我 因為靠近選舉 官方部居然大動干戈來警告 所以你說他不是故意的嗎 他不是有意來戒選嗎 不是想故意製造台灣人民的恐慌嗎 很難不這樣懷疑 藍營從主帥到副手口徑一致 質疑國家警報烏龍一場 就連柯文哲也附和 民進黨操作危機一時 蔡英文說大家不用害怕 講那句話才讓我害怕 就是說真的飛彈打來 大家當場要躲 要往哪個地方躲 大家曉得什麼 政府做什麼事情 老百姓還想說 這個是在操作什麼 選舉策略 藍白其身指揮國防部操作選舉 但賴清德則是力挺軍方 國防部一方面 基於人民有資的權利 公布這一個訊息 讓民眾不要誤解 這是應該做的做法 國防部事宜是考量 中共發射衛星 飛行軌跡一場 將經過本島上空 絕無受政治干擾 更無所謂戒選情勢 而總統府也發聲明強調 國安團隊就相關資訊 並參著國際友方情資 研判排除政治企圖 國防部有一套的作業準則 那飛越我們的 飛行情報的識別區 那的確需要提高警覺 也要讓國人了解 選戰倒數對岸動作 及我方反應 都被各陣營放大檢視 三年新聞綜合報導 第四章 第四章